歡迎收看 今天早知 大凡十五再度的大漲238點 再創破斷新高 行情就是看回不回 我之前一再提示你 千萬不要亂放空 在還沒有降息之前 他就一路的往上走高 你的策略就只有一個 小跌小買 大跌大買 不跌你還是要買 否則今天台股來到21871 將近2萬了 你不要跟我說 你一毛錢都沒有賺到 所以降息之前 拿出你積極逢低成績的態度 我負責幫你賺出財富的高度 我選的股票 都是有底氣的潛力股 這個階段 讓我為你的財富撐腰跳高 什麼是一檔中央再換一檔 盤一路的往上走高 看回不回 個股還是一個輪動輪漲的 一個健康架構 今天這一檔 細光子的滑星光 盤中差一點亮燈 上個禮拜五他跌 我都漲了20% 跌個2% 你在怕什麼 多方勝出的盤勢 他當然會大漲 今天差一點亮燈 細光子 我們是上選 對 賺了將近30% 差一點達標 我們今年度的一個目標 就是一檔賺三成 三檔幫你的財富翻倍 當時候上選 細光子的 賺了快三成賣掉 賣掉他整理 整理完之後還要往上墊高 那就讓他墊高 我介紹的股票 就是有底氣的潛力股 市場上認同度很高 我賣掉的個股 不見得馬上會下來 為什麼要賣 把最好賺了一段賺下來 資金轉進其他個股 我要落實 333翻倍的一個計畫 這今年度 你一定可以達成的一個目標 我幫你規劃行情 你負責掌握行情 財富一定有辦法翻倍 所以上選賺完之後 華新光從200多塊錢 跌到100 股價對折 對 營收成長一倍 這款股票 你是在怕什麼 我又不是帶你買200多的 我是看到他落底的 足出一個底部 跌夠深的基油股 不是嗎 成長105% 我選的股票就是那麼基油 所以要第一個時間點 來跟我上車 安全可靠 又有波段了 所以上禮拜三 我也跟你講過 我買高一點 對 買在127附近 拉那麼快 只能買在這邊 不是嗎 對不對 買完之後130.5% 這是我當天的動作 我會跟你吹牛皮嗎 我會跟你說買最低嗎 對時對價 是每天會鎖定我節目 跟我交心的過程 所以華新光 禮拜三買完之後兩燈 禮拜四 禮拜四 繼續的鎖掌停 如果禮拜三這邊沒有買 禮拜四 你很難下手 開高 快要掌停了 再看看 洗下來還好高點沒有買 這一陣它鎖掌停 是不是兩天兩根 禮拜五 漲二推一多方勝 它跌了兩%多 你跟我買在禮拜三的相對低檔 你認為它會結束嗎 你會一根的黑雞棒 就認為空方勝出 賣空它嗎 給你的分析 很肯定 給你一個結論 今天差一點亮燈 來到波段新高 15 2.5 四天 漲得快28% 當然還沒賺到三成 不過速度來得又急又快 你千萬不要停滯不動 否則你會喪失 我們今天或是明天 待會買進的強勢極有股 是不是 上禮拜三這個位置沒有買的 禮拜是工漲停 禮拜五回檔 你一定安慰自己 還好沒買 沒買今天呢 15 2.5破斷新高 就如同大盤的架構 看回不回 看回不回 回檔 你說要買 你真的買了嗎 電影四 放行四 這目前頭裡面有一個心態 漲好多了 還沒降息 資金還沒氾濫 台股就屢創新高 降息之後呢 貨幣寬鬆政策 它帶動的股市的資金動能 是陳述效果 你不要小看它 我已經講了好久這樣的言論 我希望你拿出積極符低成績的態度 我負責幫你賺出倍數的高度 不要等 對 等疊 秦晨你幹嘛 連續三根黑鴿棒 AI的 對不對 賺一股本的 247 低階大盤重作物 47那一天 247買 第一階段從247來到303 這樣二幾% 減碼都跟你交代過了 回檔修正來到273 我說有機會再創高 講得很肯定 所以5月10號267 洗得很用力 你要跟我用力的低階 5月10號的分析 你有沒有被洗掉 殺 怕 低階 買 加碼 是我當天給予會員的建議 5月10號267 267洗得很用力 你要買得很乾淨俐落 隔天馬上創波段高 來到308.5 今天一個情城再創新高 341 從這個位置 308開始 你可以看到他 這個強勢的橫向整理 他撐得很漂亮 他真的撐得很漂亮 你自己看 紅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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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幹嘛 他在洗盤 上禮拜 我在我的賴A 有沒有再度跟你提示情城還會再漲 上禮拜賴A的粉絲團 繼續回顧一下 所以整個情城的一個架構 今天來到波段新高 341亮燈 很快速的亮燈 很快速的亮燈 所以上個禮拜 我們再來A 有沒有再度的提示情城的一個後市 所以整個情城今天來到31 波段新高 漲頂版 超標 兩階段51% 我們的目標是一檔三層 情城兩趟 加起來51% 超標 再來一檔五層翻倍 所以你認為今年度要將你的財富翻倍 有那麼困難嗎 難在於你的動作不敢付諸行動 為什麼不敢付諸行動 行情你看不見 鉤票要怎麼買你不知道 對 這兩次的低檔 不是最好的買點嗎 難道不是我帶給你的嗎 是不是 你繼續回顧一下 5月10號267洗得很用力 你要跟我加碼得很乾淨俐落 連三天247的買點低接 你敢嗎 你敢嗎 連續三天的一個回檔修正洗盤 你要怕什麼 你如果跟我一樣看得懂 或是讓我陪你看盤 帶你操作 兩次所帶給你是51%的利潤 郁泰維基電麥克風的 2月份賣467 什麼時候接回 什麼時候接回 我直到5月14號落敵了368接回 100塊錢的風險完全避開 這是我當天的動作 很清楚 漲到415 漲完了嗎 上禮拜三 電視告訴你 他沒那麼容易結束 LINE的資訊告訴你 他還會再漲 記得吧 記得吧 禮拜五四十三 頗斷性高 今天玉泰盤中亮燈來到479 達標 37% 你有沒有看到活蹦亂跳 盤中亮燈 有沒有達標 有沒有達標 賺了100多塊錢 37%達標 我們的目標就是一檔賺三成 超過五成 叫做超標 如果剛好一倍 達正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每天所呈現的個股 都是低檔去佈局 上來幫會員 達標 超標 或是達正 三成 五成 一倍 我不喜歡說夢話 我也不會跟你畫大餅 時事求是 是我的節目內容嗎 誠信實在 是我的堅持跟原則 不然我怎麼跟會員對視對價 你以為那麼簡單 不然叫你的老師 跳出來跟你對視對價 買在什麼家位 拿出口訊來跟你對 賣在什麼家位 拿出口訊來跟你對 看你們老師的叫做有那麼好嗎 所以真正能帶給會員的 倍數的 獲利空間 還是少數 真的是少數 股票市場 真的能賺到大錢的 一定是少數的贏家 你想不想成為金字塔最頂端的贏家 跟上來 跟上來 光是育泰 這樣不是37%嗎 100多塊錢的利潤 是不是 對 漲上來的 30幾%了 我當然告訴你不能去亂追 提示給你股票 低檔要跟我買 不是漲上來的 大家在談論的同時 媒體 電視 報紙 都在分析我股票的同時 我自然會幫你踩煞車 半導體設備的這檔機油股 上禮拜四 藏黑 跌超過5%以上 低階 我告訴你要低階 是哪一檔 5443的均耗 我一檔修正夠低了吧 藏黑你不敢買嗎 上禮拜四的均耗 重挫 低階 當天最低56.3 我告訴會員 對 10.5 均耗 辦老體設備 蹭回檔 58.5以下買 當初要在58.2 你敢買嗎 你敢買嗎 重挫 我有沒有說到做到 重挫 平盤以下我在低階均耗 禮拜五 漲得快半根 均耗 對不對 漲得快半根 來到59塊半 今天均耗 63.3 兩天 14% 那禮拜四的回檔 你在哪裡 我又怎麼分析均耗的 我是隨便講講的嗎 上禮拜四這一根藏黑 你敢買嗎 對不對 清晨 連續三根內街棒 247 那天你敢買嗎 逢低階接 是我帶給你的優勢跟價值 低風險 低成本的操作 對不對 重挫 低階 低階完之後 連漲兩根 這樣子上去14% 那不是很完美嗎 什麼是零風險的一個操作 零風險的一個操作 有什麼樣的一個專業角度 在加值 不然你憑什麼說是零風險 也會夠低 哪一檔股票 我告訴你 漲了一大段去追 你所看到秦城 玉泰 君豪 哪一檔股票 我告訴你胡亂去追 沒有吧 包括華新光也是一樣 股價腰斬對折 逢低買 是不是 這一檔營收 連成長兩位數字的 第一檔我都告訴會員 逢低布局 股價還沒發動 所以要給我時間 我自然會給你破斷 行情是越來越熱絡 你的心態要很積極 未來強勢主流 脈絡不曉得如何操作了 加入幸好是一個LINE 小組AI8085 每天收盤前下午5點鐘 各給你一通 非常有價值資訊 帶你領先市場 看見未來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觀光寶科今天來到破斷新高 盤重一度又要逼近漲停板 從低檔軍你跟我布局的 幾乎快要達正了 29%了 29%了 今天當然不要隨便去追高 利空找買點 是在強勢多方格局 你要注意的一個重點 對不對 投信在賣 誰在買 秦老師的家族會員在買 外資跟著後面買 賺超過半個股本的 當時候是不是足抵七天 低檔七天 我跟你預告會八天轉折向上 9.9 他有沒有從95塊9這邊 轉折向上 合理衝高壓回重挫 我說可以再買 月線走平即將搬洋駐場 他重挫 5月16號 有沒有 壓回可以再買 上禮拜你有沒有跟著再買 98.2 我告訴你 只跌 只跌 95塊9沒有買的 520那一天 98.2要跟著加碼 最好買點是95塊9 這邊加碼點 98.2 只跌 00940要把它剔除掉 外資 當然沒有納入他成分股 但投信說要把它剔除掉 所以投信一定要賣 因為他要轉換持股 這是必然的動作 但是投信一直賣一直賣 誰在賣 誰在賣 投信賣三天 賣了一萬八千多張 他連漲三天 接下來你就看到 禮拜四來到13.5的破斷高 禮拜五來到1.5 外資後面跟著我 在抬轎 等於是投信丟出的籌碼 外資有接手 外資是在低檔去帶你買嗎 沒有吧 是我買好了 止疊了 電視上講完之後 外資後面跟著買 結果投信倒出來的籌碼 外資有接手 所以接下來的一個 廣保科 我今天選擇先站在賣一方 9點20分 120附近賣廣保科 20分的股價120 你去對時對價 是不是可以賣在122 很好賣 大漲 對不對 最高還一度來到124 這邊124 123 收盤是121 所以賣在相對高點就好了 122賣 基本單29% 加碼單有跟著進場的26% 兩筆單都有買的55% 很可惜 差一點333翻倍 達成30%的一個目標 29%而已 不過會員 有人是兩筆單都有買的 加起來55% 沒有關係 賣掉的光寶科 準備轉進下一檔 我就是如此的 掌握盤面的 輪動的結構性 一檔賺 我負責幫你介紹另外一檔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操盤節奏 因為每一檔個股 它的起漲點不一樣 它高點發生時間點也不一樣 所以你要借重 千老師的一個專業 幫你掌握每一檔個股的 量價 籌碼 形態 以及費勢係數轉折的高低點 華城 重電的 上禮拜五不管是華城 中芯電或是亞利 我說剛好多來到 之前的低檔支撐區 只跌了 加上重電類股的基本面 訂單連接度 看到2026 至少有些已經看到2028 公司派講的 公司派了解本身 公司的訂單的來源 以及訂單接到什麼樣的 一個未來前瞻性 一定猜 所以不管是台電的電網 或是國外訂單 讓這三檔重電類股 訂單的能見度 非常的長遠 不是短線 不是看到今年度2024 對 2026 2028 所以這不是一個機會嗎 上禮拜五的亞利105 上禮拜五的中芯電158 上禮拜五的華城673 今天的華城已經來到755 兩天高低點82塊錢 中芯電紅K棒170 亞利紅K棒115 領先市場要有專業實力 不是出一支嘴 我們給你的基本面分析 技術型態的高低點轉折 好好跟 333 班辈 幫你達成這樣的一個圓夢計畫 先進光光學的 183到284 155% 對 超標嘛 之前的一個操作 回檔修正月線站上去的 漲低門不追 壓回再買 對 講得很清楚 AI的鏡頭 跨如NB的一個眼洞追蹤 明星級的產品 有沒有壓回讓你買 有沒有從223 壓回到上禮拜四的202 五天轉折向上買點進場 今天先進光最低206 持續低接 新委員自己對時對價 208平盤附近買 買還沒動 買完之後216 這就是我的一個操盤節奏 所以整個一個行情的架構 相當的熱弱 我們給你分析的一個個股 那個操作過程很精彩 我可以跟你講一下 玉金光 我在這一天已經拔檔了 5月20號賣玉金光 我買這一天的 還記得嗎 買完之後衝高 這一天沒買的 你這一天來不及買 後來這兩天紅黑棒 我說還不錯的一個量價 所以隔天衝高了 我已經提醒你了 不要追 我是賣在最高548那一天 現在回檔修正 測試這個缺口 測缺口 我再來考慮要不要做接回的動作 所以光學的一樣 預金光撞完之後換撞 所謂的一個新金光 光學的 引動追蹤的 跨入AI的一個MB的鏡頭 這檔原鋼 我們之前51.5賣 大概5成的利潤 回檔修正 足底完成 上禮拜二 39.8接回 這都跟你對時對價過了 有沒有漲8.2% 有沒有再漲9% 兩天17% 超過一根 禮拜四回檔 禮拜四回檔 漲二推一多方勝 他跌 他沒有漲 就像上禮拜五的一個滑星光 漲二推一多方勝 今天滑星光差一點亮燈 如初一側 多方結構 乘跌要跟我買 跟我加碼 看有嗎 知道他會 多方勝出還會再漲 41.2可不可以再低階 隔天紅的 今天排中大漲8.3% 光是這兩天 十幾% 上來已經快兩成的高 一檔股票 五天的時間 漲了快兩成 你賺了幾成 看我節目的 你賺了幾成 還是你被他 高低點的一個震盪洗光光 我買這邊 公開之後你買這邊 下來賣這邊 今天上去漲了8點多% 又跟你沒有關係了 那不是很可惜嗎 比一樣一股票 我們複製三層的一個目標 三檔浪費的財務翻倍 你呢 你有沒有辦法辦得到 這檔賺兩個股本的極有股 黑街棒 趁回黨第一節 還記得嗎 5月17號 隔天20號 我說盤中大漲16塊錢 尾盤雖然翻下來 但今天這檔股票大漲 大漲 獲利ING 親愛的投票 同一檔 同一檔 我說過我蓋牌的股票 我會一檔一檔的負責 幫你解鎖 你只要在低檔區 跟我勇於布局的 近年度 我負責幫你財務翻倍 未來行情不曉得如果操作了 歡迎加入龍家軍的行列 從明天開始 我們一起來 對食對價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不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實施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自財務利益關係 自財務利益關係 以財務利益關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